我必须跟你谈成一件事情 如果这本认知天性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大部分的学习方法都错得非常离谱 我是Bli 每周与你分享一本改变人生的好书 今天这部影片要与你分享认知天性的十年科研结果 究竟新的知识输入到我们的大脑 会经过哪三个阶段 如果我们都照着这三个步骤学习 那所有学习的内容都能够有条有理的输入到我们的大脑 最后我将独家加码 我是如何优化其中两个阶段 把学习提升到新的高度 当然这部影片没有办法涵花 这本学习圣经的所有资讯 所以我要在影片的最后送给一位粉丝 满满的干货 绝对值得你把影片看到最后 认知天性这本书将我们的大脑比作于绳子 将学习的知识比作于蔓越莓 学习的过程等同于在绳子上穿蔓越莓 在我们穿蔓越莓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在末端打上一个记忆节 蔓越莓很容易就从绳子上掉下来 就算我们打上了节 时间久了也会松掉 如果没有定期把这个记忆节绑紧 这些蔓越莓虽然不会消失 但回头寻找时也会变得非常辛苦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以上的举例中 听出学习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编码 大脑将感知到的东西 转化成化学与生物电形式的变化 简单来说就是你第一次接触新的知识时 将这个知识输入成你的短期记忆的过程 第二阶段巩固 编码的短期记忆并不稳定 大脑需要时间将学习到新知识与已知做连结 让我们能更牢固的记住新的知识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透过测验 来回顾我们学习过的内容 这个回顾的过程会让记忆变得更加牢固 为什么测验是最有效的巩固方法 测验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能够被回想起来的知识 会产生更深的记忆痕迹 在我们下一次要回想相同的内容时 会更加轻松更加容易 第二个想不起来的知识 表示我们对该知识还不够熟悉 在结束测验后 便能针对我们不熟悉的区域做补强 引用认知天性第45页的内容 重复阅读但不自测的学生 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知识水平 进行过小测验的学生 能更精准地判断自己的已知和未知 还能从检索练习中 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测验能够将知识从短期记忆 巩固成长期记忆 所以别再误会考试了 它绝对是我们最强大的学习伙伴 第三阶段 检索 当你不断巩固知识 它会逐渐成为大脑的长期记忆 我们便能更轻松地 检索我们需要的内容 当我们在一个领域中 不断巩固新的知识 便能形成一套新智表征 我想花一点时间解释什么是新智表征 大脑会将我们不断学习的新知识 分类成一组一组的拼图 就像是你对生物的理解 就是一组独立的拼图 你今天走在路上 看到邻居牵着他们家的小宝贝 你不用思考外形特征 便能在一瞬间辨别 啊 好可爱的狗狗 但更复杂的新智表征 能在一瞬间看到更多讯息 狐狸脸 小而尖的耳朵 竖起的尾巴 是一只标准的波眉犬 当我们能系统新的学习 将每天学习到新知识 与一只做连结 我们便能不断优化 我们的新智表征 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当你看到这里 相信你已经对学习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但是这还只是基本中的基本 我将分享自己是如何活用 这本书的内容 来设计编码2.0 让自己极道化第一次的学习 以及利用合一困难 能够让知识加倍巩固的 超巩固 我希望你可以看到最后 你会有更大的收获 首先是编码2.0 书中的编码 指的是对知识的第一次接触 编码2.0会创造主动学习的环境 并透过生成式学习 强化第一次阅读 对知识的吸收 以阅读为例 我习惯在阅读之前 先快速扫过标题 以及章节内的小标题 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 并透过自己的遗知 试着生成对应的答案 就会让我检索我学过的 所有相关知识 绞尽脑汁挤出我认知范围内 这会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 时常产生 啊 原来这个问题做的是这么想的 这种感觉 这会使我在阅读的过程中 能够实时带着一个主动学习的心态 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和我被动的去一行一行 接受书中的文字 这个编码2.0非常强大 分享给你 即使不是阅读领域 你也能够在学习开始之前 先访问自己会学到什么新知识 为什么要学习这些知识 这些知识对我有什么意义 那什么是比巩固更巩固的超巩固 巩固可以透过测验 但超巩固除了测验以外 我们还会加入一个元素 合意困难 书中的研究显示 你所耗费的努力越多 你学的就越扎实 在学习的过程中 加入有意的困难 能让学习的效果更好 合意困难包括间隔练习跟穿插练习 先说间隔练习 间隔的目的是为了刻意遗忘 学习不够扎实的部分 并透过自测找到它们 让我们能加强不熟悉的学习范围 就画对章节的掌握程度 想象我今天刚在图书馆阅读完认知天性 并才回到家后 尝试画出这本书的新制图 自测对每个章节的掌握程度 随着时间流逝 记忆也会变得更加模糊 所以我在间隔三天之后 再尝试画出这本书的新制图 明显在回想的过程中 遗漏了很多知识 所以在尽力画完之后 回去翻书和第一天画了新制图 加强我不熟悉的区域 在第二次新制图完成后 我对这本书有了更深刻的学习 所以第三次制测 便可以安排在七天之后 如果我们每天都在花很多时间 复习同一本书 一来这真的很浪费时间 我们会错过很多好书的阅读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被动复习 没有主动输出 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 自己哪个章节学得不够扎实 第二个合一困难 穿插练习 引用书中一个有趣的实验 将加州理工州立大学的棒球队拆成两组 第一组按标准方式训练 第二组在训练中加入穿插练习 第一组的训练方式不仅在棒球 在任何领域中都随处可见 因为短期内密集的阶段训练 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成效 但第二组的训练 在短期内不仅没有效果 还有可能会打击学习者的信心 但你没有想到的是 穿插练习会打造更复杂的心智表征 每一颗球都要重新判断球路 预测棒球走向 以及挥棒时间 做所需要耗费的精力 可比第一组还要高上许多 看到这里 你一定能更了解整个学习的脉络 当你下一次要学习时 便能用更系统性的方式 去掌握书中的内容 编码 巩固 检索 以及不理活用书中的编码2.0 跟超巩固 当你看明白了这三个阶段 你一定知道现在的你应该要怎么做 才可以做到对影片的巩固